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蟹爪蓝 如果你们家的蟹爪蓝已经长出了花苞 但是在之后两三个月内它都不怎么长 而且花苞一直处于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环境温度不够 因为蟹爪蓝它生长的温度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 如果气温低于10度以下的话 基本上它就不怎么生长了 不管这个时候光照水分肥料到底够不够 它基本上都是不会生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温度在15度到20度之间 才能够让它能够正常的生长 当然了平时也要给它足够的光照 大概每天6个小时左右的光照时间 就能够让它能够顺利的开放 而且保证足够的光照 还能让它的花朵颜色更加的鲜艳更加漂亮 所以如果你们家的蟹爪蓝出现了花苞不见长的情况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环境温度不合适了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在适宜的温度 才能够让它正常的生长开花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